他每次住酒店都要在门口撒上玻璃球 锁上门后还要牢牢安装炸弹 做完这些依然感觉不够安全 他又检查一遍逃生用的吊声 并在浴室放上一把枪 这才确保万无一失 放下新开始洗澡 他是全球最顶尖的杀手 没有名字 只有一个代号47 在这个神秘的杀手组织 像他这样的还有很多 他们从小接受最严酷的训练 优胜劣汰 只有佼佼者才能存活下来 光头加上后脑勺的条形码 是这些杀手的全部特征 而47 则是其中最优秀的那个 他杀人无数 却从来都不留痕迹 因为每次动手前 都将计划准备得足够细致 然而这一次 他却不得不违背原则 而刺杀的目标 竟然是现任俄国总统 任务难度太高 就连47都犹豫了片刻 但最终 第二天 趁着目标出席公开演讲 采取了行动 记者脸上突然一阵温热 还没意识到发生什么 47的狙击枪已经对准了总统 第二枪正皱眉心 他没有丝毫停留 干脆利落地拆解枪支 在箱子里留下一颗炸弹 扬长而去 可刚到火车站 他又接到了总部通知 说现场有个目击者 47皱了皱眉 自己的完美记录 就要毁在这小蜜子手里 那不行啊 于是马上折回现场 找到这名目击者 然后利落地掏枪 对方也恰好转头看向他 47立刻发现不对 这个眼神 分明是看路人的感觉 他的大脑飞速运转 突然 一声枪想将旁边的男人击毙 原来是组织的另一名杀手 正在不远处端着狙击枪 这显然是个圈套 47迅速混入慌乱的人群 消失在杀手的视野里 可回到酒店后 总部又传来新的消息 刺杀任务失败 总统还活着 47震惊了 自己明明亲眼目睹 对方中枪身亡 怎么可能还活着 他立刻追问 这次任务的委托人是谁 然而系统的另一边 却不再有人回答 联想到白天的目击者 他察觉到情况不对 马上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房间的电话响了 打来的正是总部联络人 冒着被辞退的风险 他告诉47 委托人就是总统本人 并且你的位置也已经暴露 警方正在悄悄包围 话音刚落 门口的玻璃珠被一脚踩破 炸弹滴滴作响 意识到危机 47立刻扔掉电话 向上 炸弹瞬间爆炸 他顺势抓起吊绳 跳进楼下房间 楼下正在玩同名游戏 他站起身 冷漠地看了一眼 便转身离去 接着打开置兵机 从里面拿出早就藏好的配枪 然后扒开电梯门 一拳打碎警铃 趁着警长的注意力被吸引 一路滑到电梯顶部 打开天花板 将里面的众人团命 可正准备离开时 警长却赶了过来 他缓缓转头 眼看真容即将暴露 幸好这时有名服务员路过 挡住了警长视线 47这才找到机会 跳进河里逃脱 但奇怪的是 自己作为一名职业杀手 一直都是拿钱办事 为什么会遭人陷害 他决定先找到这名假目击者 看看能查到什么线索 于是手捧一束玫瑰 按响她的门铃 对方毫无防备 三言两语就打开了门 47轻松将她制服 带到密室审问 这才知道 女人名叫妮卡 是总统的情人 而任务的委托人 则是总统替身 她雇佣自己杀了真的总统 从而夺权篡位 在得知真相后 47本想解决掉妮卡 但看到女人脸上的纹身 她想起了自己 同事天涯沦落人 47第一次起了恻隐之心 她将妮卡一起带走 准备揪出陷害自己的幕后真凶 然而刚到火车站 就发现那个同组织的杀手正在附近 她迅速变装 混入车站巡逻队 走到拐角处 还不忘留下挑衅的凝视 这怎么能忍 杀手哥立马跟了上去 47将她引到偏僻角落 突然凌空一跃消失在地下通道 杀手哥急忙追过去 却已经看不见人 紧接着47从背后出现 三下五除二便支住了她 正准备逼供 不料新的人影又出现了 47立刻跟了过去 在一辆废弃车厢 果然看到另一名杀手 两人正在对峙 又出现两名杀手 四人面面相取 大家失出同门 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还是47率先打破将军 于是四人整齐滑衣卸下了弹甲 然后从背后西服内掏出双刀 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后 四人同时出手 47先将小黑踹飞 接着以一敌二 火速干掉两个小白 这时小黑扑了上来 从背后将他死死抱住 于是47顺势后退猛撞车门 再来个肘击将他砸懵 也许是有过交情没有要他的命 可谁知小黑不依不恼 拔出双刀还想偷袭 47只能一脚飞踢 再抽出皮带勒住脖子 将他狠狠吊起 不消片刻小黑便断了气 回到原地 杀手哥已经奄奄一息 47见问不出什么 又好心送了他一程 突然角落又有动静 原来是妮卡 他亲眼目睹光头的手段 此刻吓得花容失色 然而47却只是微微叹气 展现出难得的温柔 果然这个杀手也不太冷 而另一边 总统替身开始着急 因为妮卡和47 是世上唯一知道他秘密的人 为了永绝后患 我告诉他 最近总统弟弟会和一个新买家见面 这是个好机会 47带着妮卡来到一家高级餐厅 顺手拿起服务员的酒 谎称拿错了 再把它放回托盘 妮卡很好奇 你怎么知道这杯酒属于军火伤 我看到了一杯酒 当我们来到 什么时候 红椒和煮 炒鸡和鸡 这女人 拿出早就藏在水箱里的手枪 解决掉保镖 成功获得军火伤身份 接着马不停提来到黑帮老巢 本想装模作样先聊几句 可谁知身份立刻被长矛的小弟试破 于是47也不装了 直接扔出手提箱 趁着闪光 迅速组装好机枪 化身死神疯狂秃秃 一通扫射过后 全场只剩下长矛 然后换了把衬手的 一枪爆头 至此 FBI算是欠下个人情 有了这份保障 47准备去暗杀总统替身 因为只有这样 她和妮卡才能彻底自由 然而考虑到妮卡的安全 她选择分道扬镳 可经过这些天的生死与共 两人已经互生情愫 今日一百年 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第二天 总统替身在教堂参加弟弟的葬礼 正在台上演讲 面前的防弹玻璃突然被击碎 护卫们急忙掩护她撤退 可谁都没发现 没想到对方还在嘴硬 嗶嗶赖赖没完 47受不了了 直接当场解决了她 可是没了人质 外面开始肆无忌惮扫射 47拼死扛过一阵输出 然后坐在椅子上静静等待抓捕 很快国际刑警赶到 将她铐上手铐 压上了警车 然而一切就这么结束了吗 押送途中 FBI突然拦住去路 美其明月例行检查 一通虎脚蛮缠 47顺利逃脱 而FBI也收到消息 我们两清了 不久后 妮卡收到一份财产公证 47送了她一个葡萄园 因为逃亡途中 她曾说这是小时候的梦想 说着无意听者有心 妮卡抬头望向四周 她知道 47就在自己身边